许多游客热爱的打卡景点 复礼稻草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五届 连续第五年展出的巨型猩猩家族 上次台风外围环流暴雨淹水 猩猩艺术品势泡水受损 而这次又有台风直扑而来 复礼香农会赶在30号的下午 入井发布前进行了防台的工作 另外在今年的竹工艺青蛙 小鸟也都上货车进行打包 藏起来来躲避风雨 面对这一次的山徒儿来势汹汹 布里香农会提早进行防台工作 下午出动大型重机 针对大型的猩猩家族设置防台板 稻草艺术品好看 但是也相对显得脆弱 现场环境空旷 加上作品体积都十分庞大 农会秘书说 趁台风还没有来之前 先赶快把他们打包起来 因为我们是一山 山陀尔台风 要就是会进去我们的一个东部 那我们的心心是 可以经过很多艺术家来创作的 我们希望说在台风还没来之前 我们希望把它围起来 用一个木板把它加强固定 把它围起来 避免广风的吹息让我们的艺术作品损害 今年布里香农会也有多个竹编艺作品 农会不敢大意赶紧都把它们都收起来 先上到货车准备要带他们撤离安置 那我们竹编的是把它送到我们露营区里面 把它固定起来 把它整体把它用完布把它包起来 把它平榜起来 下午的雨势也越来越大 在去年也有淹过水 许多艺术品都泡在水里非常心疼 目前稻草艺术记现场拉起封锁线 布里香农会也已经准备找来怪手 将排水口淤泥清空 积极排除积水的问题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布里香采访报道